早早起床上班忙着处理工作 累到不行只求荷包能赚薄一点 今年开始劳保年金请理年龄提升 等于工作到64岁才能领 根据最新统计 2023年保费收入大约是4760亿元 给付5000多亿元 收不抵支就高达446亿元 7年下来累计逆差已经达到2364亿 劳保财务连年赤字 就怕辛苦一辈子却落得一场空 过去的信息会感觉好像有问题 对啊 多少会担心 我也不指望退休之后 能够靠这笔钱来过生活 据劳保自2017年首度呈现收支逆差 2020年传出年金改革 短处就达487亿 创下史上最高 甚至还爆发一波提令潮 当时劳动部长许明春甚至扬言 掉乌纱帽也要做劳保年改 只是随着人口老化 清理人数越来越多 劳保到底该如何做到长长久久 但目前劳保费率大约是11% 与过去平衡费率都有落差 外界担忧负债扩大 有如黑洞 劳保破产恐怕只是时间问题 政府平民喊老保不会破产 却只是每年砸钱拨布 背后成本还是得由全民买单 承诺是否能兑现 就开未来如何端出解放 记者周天杰 陈萱台北报道